小豆 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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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觀觀視明 這次在愛愛我的媽愛裡面飾演的是李珊迪 哈囉大家好我是Erica 這次我演的角色是珍珍 對她是一個壞女人 大家好我是小豆 裡面我演的叫小安 她跟兩個人談戀愛 這一次呢 其實我的角色是比較 客串的角色 也就是我在尾巴的時候 會出現 給大家一個小驚喜 然後這一次我的角色 其實是扮演一個超級巨星 也就是我是Beyonce 哈哈哈哈落差可大 常私底下在笑我自己是個農夫 因為其實我還蠻 我還蠻 跟衣著大概就是運動服 然後 欸 關世民在海豚鷹 對 她在開嗓 然後 所以就是要扮演一個 就身上都會有你知道 珍珠啊 鑽石般的巨星 其實跟我自己的個性 是有落差的 這也就是我要做的功課 跟大家熟悉的我 真的落差還蠻大的 像我剛剛化妝化到一半 也一直在看手機嘛 然後抬頭一看 被我自己嚇到 想說眼睛旁邊一圈黑的 哦 差蠻大的 因為珍珍她是一個 嗯 應該算是比較有錢的女生 比較聰明 然後可能 嗯 自私一點的一個角色 第一次參與音樂劇 其實還蠻 蠻神奇的 所以在表演上我還蠻有自信的 但是如果你要 又表演 然後又要唱 然後這個 有點難度 我真的是覺得 天啊 被感壓力之外 覺得極度榮幸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音樂劇的演出 對 這次是第一次演舞台劇 然後更是一個音樂劇 更是一個歌舞劇 所以覺得是一個三重的挑戰 我的天啊 好多台詞 因為之前就有演過舞台劇 在學校的時候 然後這次可以演到音樂劇 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我從小就非常愛音樂劇 然後也很愛百老匯 其實對於 誠哥跟嘉芊姐 都是兩位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體息後輩的長輩 我覺得就是戲王以及戲後 然後看到誠誠哥在舞台上的表演 然後跟他在主持 或者是私底下完全不一樣 然後就非常崇拜他 然後我上次看Art的時候 甚至哭了這樣子 這一次可以跟這麼資深 這麼厲害的演員一起合作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過程 聰明跟有才華的兩個藝人 你看他們兩個同時間 都有歌手的身份 也有主持的身份 也有演員的身份 你說這強不強 太強了 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 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部劇 真的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 進劇場來看 艾亞我的媽 四月七號到六月十八 四月七號到六月十八 四月七號到六月十八號 會在全台巡演 四月七號到六月十八號 在全台巡迴 一定要進劇場支持艾亞我的媽 歡迎你們來看戲 請大家記得一定要進劇場支持艾亞我的媽 這是我的處女座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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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謝謝